大家好,我是孙大伟,这是我的独门证 前一阵子听说川普总统被诺贝尔提名委员会 提为和平奖的候选人 那当然啦,媒体就是冷嘲热讽一番 然后呢,当然有些亲共和党或者保守派又请的媒体呢 就是大大的赞扬说,哎呀,这个是绝对是当之无愧的 那有些人就批评说我们电台还有我们的节目 好像很明显的在替某一党跟某个人加油助选 好,那我今天就绝对不提川普的名字 也绝对不提是哪一党的政策 我们就来看看为什么他做的事情 或者是之前任总统就铺好路 今天成就的事情是Nobel worthy 值得跟诺贝尔讲的 你讲说主要是中东现在的局势比较和平一点 这个讲起来好像非常容易 但是我想有两件事 两点我们需要非常关注的 第一,就是这件事好像听起来不是太困难吗 有真的有那么难吗 第二件事就是 这个好像跟我也没有什么太大直接的关系吗 真的是这样吗 第一,难度 你知道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 就是以色列建国到现在 七十年吧 有多少国家在中东地区跟以色列建交了吗 三个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了这个第三个说要建交的 或者关系正常化的国家 你告诉我难不难 当初是大家联合起来要把这个国家给消灭了 哇,那个口号啊 那个嘴炮啊 打得是响的 打了几次战争以后 看以色列打不过 而且据说还有原子弹 所以干脆就不打了 就是改用骂 或者用这个制裁啦 这个闹啦 或者资助巴斯坦人啊 跟他这个拼了 搞了半天好像也没什么太大用 现在呢 居然又多一个国家愿意说跟他建交 这是一件不得了大事 那至于说什么空中航权那类事情 谈了几十年都谈不下来 现在谈下来了 当然了 我不能说是某一个人或某一档的功劳 但这也是一段时间之内所达成的一个成果 真的是不能说是容易啊 这是极度艰难的历史性的一步 那再来说吧 这个中东和平就和平嘛 关我什么事 那你看那个美军的伤亡好了 这个总跟我们好像有这么点关系吧 你难道希望说你那个儿子啊 甚至女儿啊 如果说哎呀哪天当兵啦 或者是甚至做national guard 搞不好就被拉去某一个战场 你愿意吗 我们看看中东的伤亡 其实从2016年开始 不要说16年啦 因为16年太敏感了 从2012年开始 美军在中东的伤亡就大幅减少了 一方面就说有些战争不完了 我想大家都知道是哪一个 但另外一些就说因为他局势稳定了嘛 那局势稳定的话 你就不用有那么多人在那里 没有那么多人在那里 伤亡就会减少 这些是美国人呢 那你说哎呀我们是移民 那你的孩子总是美国人吧 这个你要想清楚啊 这个对我们是有直接的影响的 OK好 那再退一步啦 就说哎呀我这个对这个美军什么伤亡 这个也比较无感 毕竟美国这个新闻上也没有天天报个什么棺材运回来那种画面 车你总开吧 石油你总用吧 石油进口 现在说哎呀美国自给自主 好那我们说美国啊 充其让不说 当然美国其实大部分的油是从加拿大跟墨西哥进口的 但是还是有中东的油进来 甚至还有委内瑞拉油进来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还有呢全世界的油是哪来的 你知道前十大产油国家有多少是在中东吗 五个国家在中东 然后阿联酋 杜拜这件事情说 杜拜啊 那个房子很高啊 还有建筑很夸张那个地方嘛 那什么大不了 你知道杜拜或者是阿联酋这国家在哪里吗 他就在伊朗的正对面 他就在横武之海峡的那个口上 他是一个要塞的位置 好那你说哎呀这个好啦你说既然又是难嘛 然后呢又是的确对我们有些影响力的事情 那是不是我们要关注一下呢 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有点奇怪耶 因为毕竟呢现在的局势也没有很好 世界上还是充满了很多的问题 当然没错啦 但是你不觉得少一个问题就是一个问题吗 你不觉得只要解决一件事情就很好吗 与其有七件事情天天你在想说哇蛮可怕的又送军队去哪里 又有哪里的人死多少 从七件事变六件事就很不错了 是吧 所以呢我们不提什么和平讲不和平讲 但是你我作为美国公民 应该是说如果你是美国公民 不管你是哪里公民啊 这件事情都是与你息息相关的 中东的局势会影响到你我今天明天后天的生活 你不相信的话翻看历史就知道 所以我在这里还要再提醒大家一次 不管你在哪里你做个选民的话 你的选票可以决定你政府的政策 政策就可以决定我们这个世界往哪走 你的国家往哪走 你的社区是什么样子 我是孙大伟 再次感谢你观赏今天独门证 我们下期再见